今天带大家看这一套梦想中的超级江景大平层 今天我在广州啊 这一套江景大平层 室内约293平 低眼有没有一种特别的舒适和治愈的感觉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LDKB的空间呢 是客餐厨加阳台一体 接近112平米 层高约为3.3米 才能够撑起整个空间的气势 邀请大家能够一步到我们的观景阳台之上 感受一下这70米的直线临江距离 我现在真的有一种伸手就触手可及到秀美珠水啊 我们都喜欢向水而生 依水而建 犹如上海的汤城玉品 深圳的深圳湾一号 香港的潜水湾 无意例外 这些知名大宅 都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都市名片 我们现在处在的是整个广州珠江的后航道 东边洛西大桥 西边广州园 这个位置驾车去珠江新城 大约20分钟 这边就是滨江公园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 亲子散步运动露营 都可以满足你对于水岸生活的所有想象 有没有一种在二沙岛的既视感呢 其实我们这边比二沙岛的配置啊 多了一个接近于三万方的商业中心 你看那正在见着呢 所以在这里生活 真正能够感受到水岸人家的便利和宁静 我们回屋再看看这套将井大平层的其他空间 首先我们邀请大家 跟着我推开这扇双开门 看看背后隐藏的尊祥主卧套房 衣帽间梳妆台一应俱全 这个主卧最大的亮点 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这个能够坐拥着一线江景 有一种心怀天下的胸破 所以每天起来以后呢 我们能感受到这种江景 给我们带来的舒适感 进入到了主卫 这个主卫打造的是一个高级酒店的度假风 最梦幻的就是这个观景大鱼缸 泡在这看着江景有一种天然的疗愈感 贯穿着整个横向18米的开阔尺度木墙 连通到我们的LDKB的空间内 所以这是这个江景大宅最具迷人的点了 一套好的房子 强调人在整个空间当中的舒适感 除了好看以外 还要讲究行走坐卧 我现在坐在这个双向沙发的面前 一面可以关江听水 一面又可以和家人进行亲密的互动 这十分考验空间上的布局 今天看到的这套江景大平层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台湾的知名设计师 唐中翰先生去打造的 我很喜欢他在这套房子当中的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你看从天花吊顶到墙面硬包 细腻且温润的湖面过渡 加上柔和的木质感 会使得整个屋子更加的精致豪雅 居于其中让人有一种松弛感 这才是回到了大平层该有的态度和样子 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江景大平层 刚才的入户门厅 没有大家看 双开门的对面 就是我们的独踢入户的位置了 这一套江景大平层 室内约293平 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一个宫位 宫位的边上呢 服役的是我们的一个家镇间 另外的两个套房 我们设计在了最里面 因为让修气的氛围更加的静谧和安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套房 第一个套房呢 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很温馨的别致书房 其实主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 把它做成卧房 也或者是多功能房 例如说孩子的娱乐室 也或者是女主人的瑜伽房 或者健身间都可以 下面我们进入到的是次主 次主我们同样也给长辈设计了一个 干湿分离的洗浴空间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每个套房都是可以直面临江的 并且其实每个房间都可以看到到江景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隔壁237厅的户型 长什么样 这个户型适合家人比较多的朋友的选择 空间的划分更加的独立 同样也拥有无敌江景 怎么样 这两套房子的颜值是不是超高啊 我们现在来到了江景大平层的一楼 犹如一个高级的度假酒店的场景 这边我们是一个品名区 也可以让业主邀请上好朋友在这里临时接待会客 整个家库层还有瑜伽房 家楼下的瑜伽房啊 不管刮风下雨 其实和闺蜜或者家人来上一场室内瑜伽还是非常棒的 当然除了瑜伽房 其实我们在架空层里面还有器械房 也可以让男主人在这里和好兄弟们撸撸铁 从架空层出来 这就是双入户的前庭院了 这个设计语言我特别喜欢 既融合了当代的设计 又结合了中式古代造园的设计手法 引珠水入园 庭院之内水运微蓝 若隐若现 沉浸人心 一步出院直面珠江 今天我们在广州珠江畔 看到的这一套珠江江景大平层啊 一面都会度假 一面水暗生活 你会拿下它吗